瑞宝与爷爷走在独木桥上的画面太珍贵了 姨母为了确保爱宝的窝头 辉宝上亭子之前赶紧把窝头藏起来 这时瑞宝坐在亭子角落 辉宝在平台处探索独木桥 此时瑞宝坐着摇晃脑袋 原来是圣西姨母扛着竹子出来了 姨母把竹子一分为二后 拿着一半朝平台走去 这时辉宝走独木桥向姨母靠近 姨母让辉宝坐到滑梯平台上 可是辉宝期待临时不想再走动 姨母只好先给苹果 然后让她来到滑梯平台上 姨母安顿好辉宝之后 指引瑞宝来亭子上 然后让她靠着靠背坐下 心急的瑞宝又咬又抓姨母的胳膊 然后拿到姨母手上的胡萝卜 之后姨母来到平台观察辉宝 在摸摸头后又来到瑞宝身边 瑞宝仰起头美滋滋地吃着 姨母把苹果插在竹子上递给瑞宝 之后瑞宝转圈寻找刚才的苹果 发现后赶紧吃到嘴里 这时姨母又扛着一大捆竹子出来 然后把大块窝头放在竹子上 此刻瑞宝滑下滑梯 慢悠悠地向亭子走来 姨母赶紧走上梯子把窝头藏起来 这时瑞宝也爬上亭子 对着姨母闻闻味道 看来她早已知道这边有好吃的 姨母想引诱瑞宝到平台 可是瑞宝坐在亭子上纹丝不动 姨母只好放弃先回室内 过了一会儿 瑞宝主动走上独木桥向平台走去 这时瑞宝走到亭子前面 原来将爷爷出来了 他摸了摸瑞宝的鼻子 然后让瑞宝跟着爷爷走 爷爷也踏上独木桥 这时瑞宝摔了一跤 爷爷回头看一眼瑞宝 然后爷孙俩一起走上独木桥 之后爷爷让瑞宝挥宝面向游客坐下 然后走回室内 过一会儿爱宝出场 来到亭子看看有没有饭桌 竹子上面有大块窝头 看来刚才爷爷让瑞宝挥宝做好时 姨母把窝头放在竹叶上了 对不起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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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信 我来说 我来说